三美兰一对情侣和一名男子 因为偷取电讯公司的电缆 今天在法庭俯首认罪之后 分别被判罚款4000到14000令吉 今天在刮拉比劳退市庭面控的 两名男女被告 被控在这个月19号傍晚6点半 在刮拉比劳一个甘榜甘案 抵触刑事法典第379偷窃条文 由于25岁的男被告 面对多一条相同控状 必须缴付8500令吉的罚款 他37岁的女友则被罚4000令吉 至于被押往刮拉比劳地庭面控的 另一名25岁被告莫哈默伊巴克 承认在4月5号到5月17号之间 在四个不同地点偷电缆之后 被判14000令吉罚款 委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